念佛的人不必嫌弃妄念多 妄念多就是因为正念提不起来 如果正念得利 妄念自然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正念和妄念不同时存在 要知道念头只有一个 跟着正的就叫做正念 跟着妄的就叫做妄念罢了 如同时有两个念头 那就成了两个人 现在只是一个 所以正念有利 妄念就消失 妄念有利 正念就隐藏 然而一边念佛 一边起妄念的人 因为他口中虽然在念 心早就跑散了 并不是同时有两个念头 这实在是由于 妄念种子的力量 强的缘故 在这时候 不必强行一致 因为刹那生灭 不会相互追逐到 更不必嫌弃 因为前面的念头 当下本就是空的 嫌弃反而增加妄念 只有至诚恳切 提起念佛的这一念 像这样久久为功 便能熏心成种 净种一分一分地形成 妄种一分一分地消除了 就像像一分一分地附着在衣服上时 臭就一分一分地离开衣服 不能并存的 念佛的人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地嫌法师开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